14技能力批壁垒神马 14技能力批壁垒神马 卧槽 这画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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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我们看到老板的天花板 129方寸 今天我们来看看老板的129被要的魔王寨 焚天 副王主 夜夜 冰哥 这号129级 那他带了个140级的项链 我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97 297的项链他不用 他选择在140的 140的话 灵力的话 建议应该是225以上的 225的无级别项链不贵 而且还有性价比 16段乘以个6 再加上225 所以说我大胆猜测 老板的项链灵力是321 321的灵力 317加上一个12 灵力的话329 不是说因为我猜的不对 而是因为它项链比我预估的 多了一段宝石 用17再乘以个6 减去个317 出零是 17再乘以个6 再减去个317 出零215 熔炼12 227 等一下老板 老板的武器 他们为什么是像石头领武器 法系武器怎么不加法商呢 来给法商往上提一提 哎呦我操 没打临时 直接一下提了好多 兄弟们这把武器呢 这把武器 差不多呢 应该是个20左右 这把武器呢 在老板这叫做观赏 懂不懂 买个20万的武器 不是说为了砍人 不是说为了用 为了观赏 武器的话用13再乘以个8 减去一个641 武器出伤537 537 双加的话 力魔双加 极限法商 这个武器 没有一丝其他 就是为了极限的法商 在没有绝对高的 无级别双加武器面前 这把武器就是最好的选择 细节 一把拉满 秦音三叠加减义 你为什么要修理 如果说破血减义 有修理 野兽减义 要修理 我都不怪你 因为那是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没有130的珍珠 都已经出了秦音三 秦音三叠这两年出的 都他妈已经有珍珠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修理失败 啊兵哥 我操这无级别都修理失败了 我原谅你了 好 17段的衣服 237再加21 综合258 双加17再加27 熔炼再来10点 乘一个1.5 加成258 衣服综合339的属性 最强的无级别衣服370 这个335 耐磨双加 磨还真的高 耐磨熔炼以后是54 防血高 这衣服熔炼 这衣服还原以后 你就废废了 这衣服我都建议你平时加个蓝色时间索 哪天谁一喝 哪天谁一还原 真的这衣服就哭了 武器精轻加简易 兄弟们 现在精轻加简易 130级的二开头了 这衣服二开头 愤怒加光辉 这腰带的话一般般 腰带他再弄一个五孔吧 腰带我觉得你得弄俩 然后接着看零食 哎呦我操 这零食真的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120级零食打11段 120级零食 尤其是速度19打12段行为 打11段行为时 我是第一次见 非常的牛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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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牛逼 这个属性爆的有点多 但是这个零食打11段的确实很少见啊 雪狂暴 对 你一般这种零食时段是主流 你打个11段 我还真的第一次见 雪啊 抗风 十段行为时 戒指三马暴没打西纹石 而是11段 操 刚才说法商不如五开的兄弟可能要哭了 你们还有时间后悔 再不后悔就没时间后悔了啊 法商从1800已经干到了2339 不可以开始不说话了吧 开始卧槽了吧 在任务腰带的话 法商会更高吧 差不多 2485还算奈福 2500的法商那是稳脱脱 消息息 每次次肯定能达到就不 不去不去为了属性好看了啊 咱们 静台妙题加宁光恋彩 双特 双特归宿啊 速度资指100 速度资指100的同时 房子1367 起码失了三年能源销 12000血 819 有点像我6技能天女 技能更好这个啊 牛逼 出奇不易虚迷啊 不要因为他是吸血鬼 而感觉到啊 怎么样 复战都有用这腰的 吸血鬼怎么了 只要有出奇不易啊 大力就出奇地 无所谓的啊 车壳的是啥 无所谓 发动机好就行 对不对 你给发动机变成5.7的 奥拓他都能起飞啊 出奇不易虚迷吸血鬼 力劈壁壁 大力金刚 啊 静台力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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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一个问题 这只力劈 静台是拍的兽爵吗 拍兽爵 拍吸血鬼 就已经是勇气了 还有一本蓝书 更是永胜加油 兵哥你是真强啊 泰坦10技能 个性他云寿 139级 力劈加镜台啊 两个老板的造型啊 造型上没有浮夸啊 技能上真浮夸啊 好了老板说啊 不要再替补号 当中太多时间啊 这个是他的替补号 想看上一集的兄弟们 可以去主页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